各位我们介绍最后一种机械 叫螺旋 我们看一下性质 螺旋也是一种斜面的应用 斜面的变形装置 它也是一个省力的工具 B点 螺旋上突出的纹路 我们叫螺纹 两个螺纹间的距离 这个我们叫做螺距 C点 螺旋每旋转一圈 螺旋本身会上升或下降一个螺距 你这样转一圈 可能往上 也可以让它往下 好 租点 螺旋转动一周 前进或后退一个螺距 螺距越小就越省力 好 这个螺距如果越小 就代表螺距越密 越密的话 你就要转动越多圈 这个每个螺距 你如果把它摊开之后 你把它摊开 这就是斜面 好 所以螺旋就是一个斜面的应用 你要上升这个距离 你是转这么多的距离 所以你是做斜面的应用 所以是省力的 好 第二点 我们介绍螺旋起重机 好 一点 应用的杠杆跟斜面 两种机械组合 所以两个都让它省力 所以会省两次 好 B点 设螺距为珠 好 螺距为珠 然后赶长是L 好 这边写小书写题 一样L 则沿着螺旋的切线方向 施力 旋转一圈 重量W的重物 将抬高一个螺距 重物位移是珠 好 那我们输入的功 我们输入的功就是我们的力 再乘以位移 好 力 是F 位移我们这样转一圈 刚好上升一个螺距 转一圈 是圆周长 所以是2π 好 这是我们转一圈 所输入的功 然后物体的上升好 它是物重W 再乘以位移 好 是一个螺距 好 就是珠 所以输入的功 等于输出的功 好 能量守恒 好 C点 螺稳越密 螺距越小 或者施力的时候 丙越长 好 这个丙越长 丙越长的螺旋 那就会越省力 看应用 像螺丝钉就是 螺丝钉 起重机 还有瓶盖 附罗纹的瓶盖等等 都会越快地 垂合 我 越获 越获 越获